這邊就是他們的泡麵區了 那一般比較大的廠牌就是像這種好好 這很便宜一包這樣子才3900月噸而已 而且它口味有很多 有可以煮湯的也可以用乾的 是很黑喔 它味道還蠻多 只是我不曉得裡面有沒有那種肉塊 不然一般像這種都是那種粉包而已它沒有肉塊 所以帶回去台灣應該還是可以的 可是它口味它真的還蠻多的 味道吧 這種雞肉麵 黃色的雞肉麵 可是應該是這種風味而已吧 像這什麼 這種蒜辣蝦的 蒜辣蝦口味的 就一包就才32300 32003千9 很便宜的這些 然後這是那個 就是那個 有時候突然要想一下中文 它就那種沙 沙爹 然後是那種 紙 紅蔥頭口味的那一種 然後這是米嫂 就是那個炒麵的 它做成炒麵的 就是做吃乾的 它這是蝦肉口味的 蝦子口味 它這個種類 它們這個種類出來蠻多 可能它的麵沒有像台灣 台灣韓國日本那種麵那麼好吃 可能大家可以 來這邊可以吃吃看 這邊還有在賣那個 印尼的麵 米古蓮 以前在澳洲常常吃 因為還蠻便宜的 然後又很好吃 那下面應該是 泰國的那個 泰國的泡麵 otherwise 韓國 有至於在日本澳洲食物 在而是日本的麵 麵類也免了 食物還蠻多的 韓國の量 日本ół丸 所以 Joan 有些是做成這樣一包一包,然後直接插吸管喝 或是他們有這種也是有這樣子一盒的那種 薄酒奶的形式 這是鮮奶的薄酒奶 像他們這樣四盒 四盒一個包裝的話是33,800 也算便宜吧 這樣一個小盒有180ml 然後他們有很多種口味有加糖跟沒有加糖的 然後這是大熱的牛奶 這樣也是32,300 180ml的四小瓶 然後有巧克力口味的 巧克力要28,000 那之前有講過像這一種 這種麵包的話,裡面是含有肉,有這個雞肉絲的,所以這就不能帶回去台灣 讓大家注意看一下 因為這上面好像沒有看到有英文的 標示,然後是有越文的 然後這裏面是有加雞肉的 這是起司口味,可是裡面都是有加那個雞肉絲下去的 大家真的要去注意一下這種 這一家的 飯 就是在越南買一下,吃一下就覺得還可以 那其實越南的很多 其實餅乾都是那種進口的 有那種日本的,韓國的 餅乾都還是蠻多的 可以買一些他們像 應該是他們越南自己的 自己的這個餅乾品牌 但蠻多的 他們這家 出的還蠻多東西的 以前大概 大家都會去那種 安東啊,或是檳城市場買的雞肉絲有沒有 可是現在也是不能 也不能帶進去了嘛 半山雞肉絲大概一罐 大概六萬零九百 現在是在做那個 Promotion 半山原價是七萬四千五 有雞肉絲,他這是那個牛肉肝 牛肉肝是十二萬六 他們又出這一種的 他這個小小的 多少顆 65克而已 65克要五萬兩千九 小小盒 那那種出這一種一整片的 還蠻乾的 這樣子 70克就要八萬千三 雞肉絲 雞肉絲蠻好吃的 因為 他沒有那個 辣椒乾 然後有加那個 檸檬葉 下去做調味 鹹鹹的 然後 還蠻還蠻順脆的 我覺得 上班啊工作 無聊都可以來吃一下 現在就是沒有那麼 那麼容易帶了 他有在院呢 比較會來買 就是這種 蔬果乾 看這邊有那種 香蕉乾 香蕉乾這樣 一包100克是 一萬九千五 然後這邊還有在賣 菠蘿蜜乾 菠蘿蜜乾的話 這樣一包 三萬五千二 也是100克 可以買一盒吃看 然後香蕉乾其實蠻好吃的 然後它下面還有那種 綜合的 綜合的那種蔬果乾 蔬菜水果乾 這樣一包 250克是64,900 這可以買送人都還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地瓜乾 地瓜乾這樣子 250克 是58,800 然後它下面 上面有那種 小小盒的 下面有這一種 小盒100克是27,300 可以買一包來吃看看 然後上面還有那種菠蘿蜜乾啊 菠蘿蜜乾也可以 菠蘿蜜乾 然後芋頭乾都有 它有來越南有時候就會吃都會吃到這種 越南火腿有沒有 這真的是蠻好吃的 可是現在都真的都不能帶了 菠蘿蜜乾 可是如果你那碗的話 應該也 應該不會自己買來切啦 這種吃起來就是還蠻好吃的 這種越南火腿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我自己會買來就是 切然後來煎來吃這樣子 這樣子 一個也要 八、九萬了 小一點的像這種的話也要四萬多塊 但外面那種 傳統市場應該也是會有人賣會開 會比較好吃會便宜一點 應該台灣去那個 越南 比如說桃園那邊有那種 移工比較多的可能會有人在做吧 或是大家可以去附近超市如果那種 越南人開的店的話應該可以去問一下 看有沒有在賣 來這邊 他們一定 可能會買的就是這種 綠豆糕 綠豆糕這樣一盒 一盒這邊有幾盒 這樣綠豆糕一盒的話就大概兩萬三千塊月噸 就可以拿來泡茶或是送給一些 老人家他們去喝的 然後它好像這種 花生糖 它有四個口味的 然後還有 現在除了有些花生的話這個是那個 腰果 腰果口味的 一般有時候一般是花生加芝麻 它像是腰果 就大概三萬七千二 三層 那像剛剛這種 四種口味的話 大概 三萬零三百 一百公克 一百公克 還有這種花生 花生麥芽餅 要兩萬三千四 然後這邊有在賣 芝麻的黑芝麻口味的 黑芝麻就大概兩萬四千四 那這種腰果 它其實有很多不同包裝 只是看你們想要買什麼 那這種大概一百二十個就三萬一千九 我現在是說我現在的目前看到的價格是這樣 可能大家 來之後 價格會不會調升 也不一定 那像 來這邊 大家來這邊買一個會買一些堅果類的 像腰果 核桃 或是開心果那些 如果 像超市賣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貴一些 像這種 一百五十克就要六萬四千九了 這樣小小顆 其實它顆粒沒有很大 還是去那個 安東或是冰城那邊買會比較 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又大顆漂亮 然後像這一種 夏威夷果的話就四百八十克 就要十九萬六千兩百塊 快二十萬了 然後下面好再賣一些 像這種是開心果 開心果這樣子的話 三百顆是十六萬四千八 然後還有核桃 還有這種 一般的那種 這是剝皮的 去皮的堯果 加上是八萬兩千三百塊 一百七十克 如果到越南可能都會大家最近買他們越南咖啡 像這種 Cafe4 好像也是蠻有名的 可是它是 它有加 加那個奶的 如果這邊買到黑咖啡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然後這邊還有那種 中原咖啡的 這些牌子也是 像這種一盒的話 就大概 五萬八千八 那像這個也是中原咖啡的 這樣子搭一盒加四萬八千九 這種基隆式咖啡 這樣有 25克有九 九小包 若是大家比較常買的可能就是G7咖啡 這個蠻多G7咖啡的 只是這邊都是那種 三合一的 這樣三合一的話 大概 四萬五千九 可是現在有在做活動 那可能如果你要買黑咖啡的話就要去那個 安東市場買了 那它這邊有在賣這一種 G7咖啡 沒有說非常好喝 這是看個人啦 因為 如果你買那種直接買咖啡豆 咖啡粉 或是 你去他們當地 像Katina或是 中原 直接買他們咖啡豆磨成粉 會比較新鮮一點 像這種是二合一的 就是它有加糖的 就是黑咖啡加糖 加四萬七千 塊 大概有15個小包 然後一小包是16克 好這邊就是 我今天在那個 美容超市所看到的 物價 物價的說明吧 可是每天超市都不太用事 那有些會去做一些 Promotion啊 或是 我在漲價 那可能到時候你們來超市 可以 再試出去看一下 那這邊就是那些奶製品的 有那種 養樂多啊 或是發酵乳優格 其實越南這邊還蠻喜歡吃鐵的 所以你要買到這種胡桃的 機率比較 比較少一點 大家要看一下了 不然就可以問一下店員 好吧那今天視頻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喜歡 那就下次再見啦 拜拜 再見啦